天高海阔 张修杰 过去很多人在讲中国的战狼外交 大家都会想到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等等等等 其实我认为中国在外交界 表现的最突出的战狼 应该就是这位驻法国的大使卢沙野 有人把卢沙野这个名字 用中文的谐音把它改成了沙坡的沙 卢沙野这个词就变成了非常负面 为什么卢沙野有这个负面的印象呢 因为卢沙野过去的言论 可以说充满了战狼的色彩 并且这些言论在法国 在欧洲 在舆论界 在国会 在立法机关 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但是法国政府对这位中国大使 却不敢说什么 那么这次卢沙野又说了什么呢 卢沙野这次又接受了 一个法国电视台的访问 在这次访问当中 这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高级外交官 讲了一个石破天惊的结论 他说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后来独立的那些国家 在国际法来看 不具备独立主权国家的地位 此言一出可以说在全世界 引起了轩然大波 我们知道苏联解体之后 总共分离出来 14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 变成了独立的国家 那么如果按照卢沙野这个说法 这些国家都不应该 被国际法的范围当中 视为有效的独立主权国家 那么这些国家的领导人 这些国家的外长听了之后 当然是觉得非常受刺激 卢沙野在访问当中 到底说了什么呢 卢沙野讲这番话 他到底代表了 中国外交政策的一面呢 还是卢沙野自己个人的 一个看法呢 首先我们来说说这个卢沙野 卢沙野据说在很小的时候 就开始学习外语 特别是法语 后来在中国外交部就职之后 可以说步步高升 曾经当过驻外的代表 也当过一些师的副师长 师长 那么卢沙野今天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地位是什么呢 以我个人的理解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部 师长就相当于中国官僚体系当中 听一级的干部 那么听一级干部 在网上升的话呢 就到了副省级 所以很多中国外交部 驻一些大国的大使呢 其实都是一些副省级的官员 卢沙野到底是不是副省级 我不得而知 但是我从他个人的履历上看 他在十几年前就已经是厅级干部了 所以我觉得他很有可能 今天已经是副部级的身份 所以说卢沙野不但是在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的 这个官僚级别当中 还是他在驻在国 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外交官 卢沙野在接受法国电视台的访问的时候 讲了很多很多有争议的话题 可以说当时这个接受访问的气氛 十分的对立 其实这对卢沙野在公开媒体的表现来说 并不奇怪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卢沙野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之后 他一些受争议的言论 中国目前在国际上有很多话题 都会在西方国家的媒体当中引起争议 那么当中新冠肺炎疫情的发起 以及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措施 当然是一个最敏感的话题 在2020年4月的时候 卢沙野就在法国大使馆的网站上 发表了一系列贬损欧洲抗疫政策 颂扬中国抗疫政策 这样的文章 在卢沙野的文章当中 他首先指出西方国家在对抗疫情的政策上 对中国有不公平的对待 并且他说 法国的疗养院面对里边的老人所感染的新冠肺炎疫情 放弃了职务 让这些老人感染新冠肺炎之后 在饥饿和疾病当中死亡 我们知道在西方民主国家 如果在一些弱势团体聚集的地方 比如说老人院 比如说一些社会福利院 当中一些需要受照顾的人 在疫情当中没有受到照顾 而在病恶当中死去 这一点是绝对违反了道德底线的最红的条线 那么在法国这种情况是绝不允许的 而卢沙也在他的大使馆的推特网站上 公开指责法国的医护人员放弃了职责 让很多老人在疗养院当中病恶而死 我不知道卢沙也说这些话的依据何在 反正他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驻法国大使馆的官方推特上 不断的发表这些文章 那么于是引起了法国在野党派 以及社会各界的强烈不满 指责中方发布了不实的信息 侮辱了法国的医护人员 那么法国外交部对此有什么反应 法国外交部对此也只能发表一个书面的声明 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使发表这样的文章 表示遗憾而已 所以在这个事情上 卢沙也指责了法国的医护人员放弃他们的职务 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后果 到了2021年的时候 卢沙也又写信给法国参议院 友台小组的主席李夏尔 他写信给李夏尔干什么呢 一位李夏尔当时准备率领一个代表团到台湾访问 前两天我们新闻里面讲过了 法国的这个国民议会就是相当于美国的众议院的友台小组的主席呢 刚刚在台湾访问 那么其实2021年的时候 参议院友台小组的主席呢 在访问台湾之前 卢沙也就给了写了一封信 用十分激烈的言辞批评 这位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的组长 并且要求他取消到台湾的访问 当时法国有一个战略研究基金会的学者叫邦达 在推特当中啊 就对卢沙也这种说法提出了批评 认为卢沙也干预了法国的民主制度 干预了法国的内政 毕竟法国参议院的友台小组的主席 作为民选官员 是否访问台湾有自主决定权 不应该受到中国大使的干预 而这位学者邦达发表这篇文章之后呢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的这个官方推特当中啊 就说邦达是个小流氓 并且呢要求法国外交部 对这个邦达这种态度啊 要站出来说话 当法国外交部没有说话之后呢 3月21号 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再次发表了1600字的一篇长篇文章 在这个中文版中啊 他用疯狗两个字 来评级法国的舆论界 以及邦达这个人 卢沙也说 领导的中国驻法国大使馆 在很多有争议的话题上 多次引起了法国舆论界 和在野党 以及立法机构的这个不满 但是法国外交部 每一次面对这些行为呢 法国外交部只是简单的 发表一个声明 表示遗憾而已 法国外交部也不是不想做事情 法国外交部就这个 卢沙也所发表的言论啊 据说像卢沙也发出了传照 希望他到法国外交部去做解释 但是卢沙也根本就不理 法国外交部的传照 最终呢 法国外交部的官员 也没有见到这位中国驻法国的大使 还有就是在台湾问题上呢 卢沙也其实也多次发表一些 十分有争议性的言论 他比如说 他说中国必须统一 也必然统一 这个都是官话 但是呢 卢沙也曾经讲过 说台湾人啊 应该接受再教育 这个话就讲得有点敏感了 因为当时中国在新疆的 所谓再教育营呢 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说这些再教育营当中 到底有没有出现一些人道问题 而在这种情况下 卢沙也认为 台湾人也应该接受再教育 就让很多人联想起 那么如果中国未来统一台湾的话 会不会也在台湾会移植 像新疆那样的再教育营 来对台湾人进行管理呢 所以卢沙也过去 在很长一段时间呢 他这些言论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那么这次卢沙也呢 又接受了法国电视台的访问 一开始的时候呢 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 跟卢沙也谈的是 中共前几代领导人毛泽东 为什么这位电视台主持人 要跟卢沙也谈起毛泽东呢 这里边有个背景 我们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 刚刚访问完中国 访问完中国之后呢 法国总统马克龙 马上表现出亲中的态度 说这个台湾海峡的危机 是不是属于欧洲人的危机 欧洲人不应该卷进去 所以这位主持人呢 就把当年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后 法国第四共和国建立之后 把那段历史提出来了 因为当时法国的总统 是戴高乐 这个二战的英雄 戴高乐当时他所奉行的外交政策 跟今天马克龙来说 戴高乐是马克龙的老主宗 戴高乐认为 法国不应该跟随美国的外交政策 那么法国呢 也乐于见到一个刚刚崛起的中国 所以当时戴高乐 对毛泽东所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呢 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这个评价的角度是什么呢 他说这个世界上终于出现了一个非白人的国家 这个国家呢 正在不断的蓬勃发展 所以法国在西方国家当中呢 是最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 当然比它更早的有英国 所以这位主持人讲到戴高乐当年的政策呢 他认为戴高乐的政策是错误的 为什么这位主持人认为戴高乐的政策是错误的呢 而他所说这个错误 为什么引起了卢沙蚁的勃然大怒呢 我们休息一下 我来继续跟大家聊 欢迎大家回到天高海阔 我们继续讲经文 今天我们聊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卢沙 也在接受一个电视台访问的时候呢 跟电视台的主持人对抢起来了 一开始呢 是因为毛泽东这个话题 这个主持人为什么要讲起毛泽东这个话题呢 很多人都看不懂这一点 其实这跟历史背景是相关的 因为当时戴高乐当法国总统的时候 戴高乐很想背离美国的外交政策 很想让法国再次成为欧洲的霸主 二战刚结束的时候 没有美国的马歇尔计划 欧洲不可能在这个战争之后这么快的复兴 但是呢 一方面法国拿到了美国大量的经济好处和援助 但是另外一方面呢 戴高乐认为法国才应该是欧洲的霸主 美国人在欧洲的影响力啊 令到戴高乐觉得如盲在背 所以总想把美国人赶出去 如何把美国人赶出去呢 戴高乐就看上了中国 所以他对中国当时的这个所谓的崛起啊 称赞有加 所以这位主持人讲的就是 当年戴高乐对中国的崛起称赞有加 而戴高乐没有看到 后来的毛泽东导致了中国死了几百万人 这是这个主持人的原话 他说毛泽东导致了中国几百万人死亡 这时候卢沙也就勃然大怒 卢沙也就问对方 你到底有没有念过书 你这些都是不实的谎言 我觉得卢沙也批评的对 这位主持人呢真是没有念过书 或者他没有认真看一些历史的数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 且不说三年自然灾害当中饿死了多少人 中国官方文件承认的饿死了过千万人 还有所谓的三反五反运动 还有反右运动 再加上文革 中国何止死了几百万人 这位主持人很明显没有看历史资料 所以他就只是说了个大概数字 说毛泽东建国之后令到中国死了几百万人 但是卢沙也认为这是不实之词 所以呢叫他不要再讲了 卢沙也说我今天不是来和你谈论这些流言的 他认为这些都是流言 那我就很奇怪了 卢沙也如果认为这个主持人讲的是流言的话 卢沙也为什么不拿他所掌握的历史事实 来反驳这位主持人呢 卢沙也不愿意跟这位主持人去谈论 毛泽东令到了中国多少人死亡 那么接下来的话题就落到了台湾的问题上 当这个主持人跟卢沙也谈到台海问题的时候 卢沙也说中国人应该决定台湾的命运 那主持人听完之后 从一个西方媒体的角度 他就问这个卢沙也说 台湾为什么不能由台湾人自己来决定自己的前途呢 卢沙也说台湾自古就是中国的一部分同属一案等等 反正这些话题呢 令到两个人没有办法去进行这个 有达成一个一致的话题 也没有办法讨论下去 于是呢 这个话题就从台海问题就讲到了这个俄乌战争 主持人问这个卢沙也 在俄乌战争当中 中国的立场的时候 又讲到一个问题 他说你认为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吗 卢沙也说 这个可不一定 这个取决于我们怎么看这些问题 这里没这么简单 那么主持人提醒卢沙也说 根据国际法 克里米亚应该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因为当国际社会承认乌克兰独立 国际社会很多国家 跟乌克兰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 那个时候 克里米亚半岛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所以这个主持人认为 从国际法的角度 这个克里米亚半岛 就是应该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卢沙也没有去跟这个主持人辩解 说克里米亚半岛 到底是不是属于乌克兰的一部分 卢沙也直接说 根据国际法 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 这一类的国家 根本就没有有效的地位 因为没有协议 来让这些国家 有一个具体主权化国家的 这个法理概念 卢沙也这句话一出口 真是就令我十分的震惊了 如果卢沙也认为 前苏联的14个加盟共和国 从国际法的角度 都没有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话 那么我们就会 马上会出现问题 中国为什么要跟这些 没有主权独立地位的国家 建立外交关系呢 如果中国可以跟一个 没有独立主权国家地位的 一个政权去建立外交关系的话 那么我们衍生下去 是不是很多国家 都可以跟中国不承认 它有主权独立的台湾 建立外交关系呢 所以看到这里 我实在没有办法理解 一位中国的高级外交官 他是如何看待国际法的 前苏联解体之后 这些国家通过 跟原苏联政府之间的协议 已经拥有了独立主权地位 并且呢 也得到了世界大部分国家 包括联合国的承认 那么但是今天 在卢沙也的眼里边 这些国家都不是独立主权国家 那么换句话来说 俄罗斯再去占领这些国家 把这些国家纳入自己版图 都是符合国际法的 这就是让我们看到了 中国现在在俄乌战争当中 真实的外交态度 似乎卢沙也如果 并不是他个人所见 是他代表一个 中国高级外交官来讲话的话呢 那么中国在俄乌战争当中的政策 似乎让大家更加震惊了 于是这个主持人呢 又问了卢沙也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啊 同样也会令到卢沙也非常尴尬 这位主持人问的是什么呢 他说以你这个说法 俄国边界问题 都是属于还没有解决的呢 主持人这个问题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当时前苏联加盟 共和国独立的时候呢 除了跟前苏联政府之外 他们跟其他国家 国与国之间呢 都签署了双边承认 对方独立这样的协议 然后呢 这些国家再在国际社会上 受到其他国家的承认 所以这首先是个 两国之间的一个协议 我们知道中国在前一段时间 在十年前吧 应该是也跟这个俄罗斯 划定了边界 如果说两国之间 所签订的协议不具国际法的话 那么当时中国和俄罗斯 重新划定边界的时候 那么这些法律文件 是不是符合国际法的呢 如果不符合国际法的话 那么是不是中俄之间 还有一些领土争议呢 我们知道俄罗斯在历史上 不同的历史时期 总共从中国割走了 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那么所以呢 这个问题呢 当然是刺激到了卢沙野 所以卢沙野叫那位记者 停止诡辩 这个访问当然是不欢而散 但是不欢的还在后边 因为卢沙野这个说法 就是前苏联加盟共和国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讲 并没有独立主权国家地位 这当然会令到这些国家的 外交部强烈的抗议 我们在每每讲到 看待中国的一些新闻 看待中国的一些外交政策的时候 我们总是觉得看不懂 今天中国在国际社会当中 在整个国际竞争环境当中 中国最大的敌人是美国 是毫无疑问的 中国为了打败美国这个敌人呢 中国最想的就是 撬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板块 不然马克龙到中国访问 也不会受到这些礼遇 也不会拿到这些好处 中国想撬动美国和欧盟之间的 这个缝隙呢 最大的一个策略 就是要拉近中国和欧洲的关系 要疏远欧洲和美国的关系 但是卢沙也今天 在法国电视台访问当中 讲了这番话呢 最起码令到欧盟当中的 所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国家 对中国的外交态度 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看法 这些国家现在纷纷 向中国提出了抗议 要求中国说清楚这个问题 那么为什么说清楚呢 大家都在疑惑 卢沙也这个说法 到底是中国的外交政策的体现 还是卢沙也个人的看法呢 其实我觉得要界定这两种可能性 非常简单 如果卢沙也讲的是个人的看法 不代表中国外交部立场的话 卢沙也应该被立即召回 因为卢沙也作为中国外交部的高级官员 他讲了跟本国外交立场不一致的话 最起码卢沙也在这个大使的位置上是失职的 但是我觉得卢沙也不会被召回 卢沙也这种战狼言论 或许真是今天中国外交政策一个表现 这就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有办法看得懂 中国外交政策到底想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要撬动欧洲跟美国的这个缝隙的话 一定要跟欧洲的关系拉得更近 但是今天卢沙也这番话 最起码让他和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外交官 都产生了激烈的对抗 这次连法国外交部都发表了强烈的声明 除了支持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这些国家 有独立主权地位之外呢 法国外交部还要求中国说明 这到底是卢沙也个人的看法 还是中国的外交政策 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看到中国外交部对此表态 那么所以呢 我觉得卢沙也是不会被召回中国 他继续当他的中国驻法国大使 也会继续发表战狼言论 那么问题来了 卢沙也作为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 为什么敢在驻法国大使这个位置上 经常在欧洲的一些媒体上 发表一些战狼言论 令到欧洲国家产生了激烈的反响 产生了激烈的批评 卢沙也何来这种底气呢 其实我觉得卢沙也这种底气啊 就来自于法国的外交部 卢沙也在驻法大使位置上 多次发表的言论 所引起的激烈的争议 只存在在媒体上 只存在在法国政府的这个在野党 只存在在一些立法机构 法国县政府 法国的外交部 从来不敢对卢沙也这番言论 有激烈的反应 甚至法国外交部想传召卢沙也 卢沙也根本就不搭理的情况下 法国外交部也无可奈何 法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给了卢沙也这种底气 无论卢沙也说什么 法国县政府都不敢做什么 这也是马克龙 为什么访问中国之后 外交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然后再来了个180度大转变 因为今天的法国 不要说欧洲霸主 他要维持欧洲经济强国 前面也面临了非常多的困难 法国要想解决这些困难 如果依赖美国的话 或者依赖以美国为首的 国际社会多边组织的话 法国今后将会被美国拿捏得更紧 所以法国如果要做欧洲霸主大梦的话 必须首先要摆脱美国 而摆脱美国最大的借助力的支点 就在中国 所以法国总想借助中国来打败美国 让自己变成欧洲霸主 这个美梦会不会实现呢 其实我们看到马克龙访问完中国之后 马上访问了一个国家荷兰 马克龙到荷兰访问是干什么呢 他说他要讲这个欧洲外交政策自主 但是现在有一些欧洲的媒体报道说 马克龙到荷兰的访问 其实想说服荷兰政府 不要跟美国站在一起 不要执行美国的晶片法案 不要在晶片生产设备上对中国封锁 荷兰的态度如何呢 马克龙在荷兰踢到了铁板 荷兰拒绝了马克龙的建议 荷兰现在依然跟美国站在一起 一个连荷兰都不能说服的 法国如何在欧洲称霸呢 我想在访问荷兰这个事情上 马克龙是沮丧的 所以他后来又改变了对台海政策的描述 但是这一点都不会改变 法国政治人物总想在欧洲称霸的梦想 如果这个称霸的梦不消除的话 依靠中国来战胜美国 或许是某一些法国政治人物的选择 只不过这些选择会不会有效呢 我们来看看欧盟委员会 来看看欧洲议会 在卢沙也发表这篇言论之后 再加上欧洲很多国家的外交部 所发表的言论 我们就知道 中国这次由这位高级外交官 所发表的言论 是令到欧洲跟中国走得更近 还是离得更远 好我们这一节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下次节目时间 我们再见 感谢各位收听天高海阔 如果大家对我们天高海阔的节目有兴趣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节目 或者是转发分享我们的节目 如果有听众想有些问题提出跟我们讨论 欢迎大家打我们的留言电话 9092939820 9092939820 欢迎大家留下你的留言